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纳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陆琪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谈 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 我很想和他谈一段轻轻松松的恋爱 两个人一起谈谈兴趣爱好 一起出去玩 我不想过早的讨论以后的柴米油盐 反正以后这种社会都是要经历的 但他现在非要天天管教我 约束我 动不动就和我发脾气 这让我真的很烦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杨21岁来自天津学生 女嘉宾小刘21岁来自天津学生 尤其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 我们几个朋友 就是共同认识的朋友 然后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也去了 我也去了 就互相就认识了 他就想追我 没事就来我们学校来看我 他这么追我 我就觉得还挺浪漫的 后来给我表白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然后放假回来不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接触时间一长 我就觉得问题就都出来了 说问题吧 就比如最近在家也要上网课 课间的时候 我登陆他之前常去玩那个游戏 类似于查岗嘛 我说你有没有好好上网课 结果我一登陆游戏 他在线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好好上课 他也不回我 我的游戏都是借朋友玩的 我其实就是在上课 所以没回微信 他就只会这么跟我说 我也没办法在他那边安摄像头 但是他 我们有时候期末考试 考的内容是一样的 教学期有一课他跟我说 哎 这个我不太会 那我说行 那我带你一块复习嘛 对吧 结果我费劲巴拉的 带他复习了好久 也占了我的时间 结果你也不好好学 刚考完试 从考上出来 你跟我说 哎 我那要听还是不太会 那我的时间都白费了呀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东西 你也没有把我的话往心里去 你还让我给你复习 所以你确定你们俩是恋爱关系 我基本觉得你像一岛 有没有上课啊 有没有打游戏啊 你们好好读书啊 考试过不过呀 我不觉得你像是他女朋友是吧 是女朋友还是导员 都有 我感觉 都有 啥都是导员的 接着说姑娘 来来来 咱们听 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嘛 你不是说你 哦 你刚考完了 你上大学了 啊 我天 我就躺着 我啥也不干 那也不现实 你以后你终归要找工作的嘛 他学会计专业的 前一阵子他那个初级会计考试 但是去都没去 他报名了 他报名费也交了 他那天非要让我陪他我就没去 你要是跟我说那天你去考试 我可能让你去陪我嘛 那本来考试也没怎么复习 过不去 那半年才一次的考试啊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报名费也交 然后也白交 明天再考呗 我的真好无语 对对对 这叫变身妈妈 儿子呀 快去考试吧 将来可怎么办啊 我看你还扮演什么角色啊 我跟他说 那你去参加点社团活动 你跟那个同学们 你多交流交流 你参加点那个学生工作 你锻炼一下 也不去 天天就苏着躺着 打游戏 那这学校的社团有啥用 还不如我玩会游戏 看着电影 我还快乐 那社团来来回回长这些关系 多美气 那有什么意思 就什么都没有意义 你就玩就躺着有意义 然后前一阵子他朋友给他 给他介绍了一工作 当家教老师 也不去 刚刚教两节课 跟说哎 我好累啊 我觉得那个学生好难教啊 我不想教了 那我学的又不是师范专业 万一再给人孩子再教坏了 那你都答应人呢 你朋友给你介绍的 你不觉得 朋友介绍那不就去两次 然后说不合适 也不能博朋友面子 那你一看就别答应人家啊 你干点正事行吗 你能干点正事吗 我怎么这不也算干正事啊 女生是不是想表达就是说 这个男生可能还没长大 是吧 对 在你眼里有点小孩 是吧 对 他学习就学习不行 然后工作工作也不去 他还总给我提结婚 这不是认真谈吗 我觉得我是在恋爱里面 可能比较理智 我就说这个东西咱们 咱们得看以后发展吧 对吧 我现在就 就你要非说我 我说我跟啊我肯定给你结婚 我说了我感觉你也不信啊 他说啊不行就不行 你不说你就是不爱我 你不给我一个承诺 你就是不爱我 但其实他把这些事情想的那么早 但他也不会做饭 然后也不太懂照顾人 我觉得他不是不太懂 根本就是不懂 经历过什么事让你觉得他不懂 之前我在家的时候 当时我身体不舒服 我去急诊了 然后当时是凌晨 但是他也没睡 我跟他说 嗯我不舒服 我得去趟医院 其实我 我既然说出来这话了 当时那么晚了 对吗 我既然这事我提出来 说明我已经是够不舒服了 他连 就是我去哪个医院 他都不问问我 但我一开始问 问了好几遍 他都说没事没事 你非得等我说 你就不能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你就问问啊 你在哪个医院啊 你怎么样啊 你直接跟我说 你哪不舒服 你不知道女生谈爱 不都是含蓄一点的吗 我经验少要哪看得出来 这跟经验有关系吗 这不懂得关心人吗 你小时候妈妈生病 你也会问问 妈妈你身体哪不舒服吗 这还需要教吗 我特别伤心 我当时真的 我特别委屈 躺在病床上我都想哭 我觉得我明明有男朋友 我都那么难受了 我男朋友都不知道他在哪 后来我连着说好几天夜 他隔了两天才来看我 听懂了 那个女生投诉的是 就这还要跟我结婚呢 你快长大 是这意思吧 还做过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说得好好的 那个我那天 你过生日当天 我带你去买礼物好不好 我说行 然后我过生日前一天晚上 我问他 我说 咱明天几点出发呀 他跟我说 明天去干啥 我说 你说明天干啥 他说明天有什么事 我说明天不是我过生日 你不是说要早早来接我 去买礼物吗 他说哦哦哦哦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就吵架了嘛 我肯定不开心 我当时觉得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就这种连我生日他都能忘了 何况还是他先答应我的 是是是 我前一天确实 确实忘了 那之后不也就是认错了 你趁事你都忘了 那你还 你啥事能记住 我生日你都忘了 怎么我没忘过你生日呢 那那天晚上 我肯定不会忘得很彻底 后来不就想起来了 他也不会哄人 他看着我哭了 他连眼泪都不会给我擦 他就跟我说 我以前 我以前我不会 我不懂的这些 你不懂这些 你谈什么链爱 问得好啊 你不懂这些 你谈什么链爱 慢慢改嘛 这才给我个时间 你们俩一般吵架 你会怎么做 我有一次给他拉黑了 拉黑之后他会哄你吗 这个事之前让我特别尴尬 有一次 明明是我们两个人吵架 我觉得两个人的事 两个人解决 对吗 他当时找了我们一个 就是我们很 我身边很多很多 共同认识的朋友 我室友 他就是他打听 也不知道哪来我 我室友微信 然后还有我当时 一起吃饭认识朋友的微信 还有就是那种 都其实没啥联系 然后那天晚上 就我给拉黑之后 莫名其妙 好多朋友来问我 你们俩怎么了 你们俩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 他说你俩是吵架的吗 我说这莫名其妙的 咱俩吵架 你跟人家说干啥呀 那你给我拉黑了 我不找你也不行 然后我是 你给我打电话 什么的也行 我不理你 我先找你朋友 看你在不在在哪 你就把这种 希望寄托于别人 你不自己先想想 你到底是哪做错了 然后你就非 你让别人知道 你不觉得丢人吗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吗 俩人吵架了 然后弄得人尽皆知的 那我找不到你呢 只能挨个联系呗 那么多APP 我也没拉黑你 你为什么不试试 从那找我呢 然后真想认错 你怎么着能认错 你非得通过别人的嘴 来告诉我 想这一切都归结在 年轻不懂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没事 一会老师教他 一会老师教他 真不懂可以学吗 是吧 还有让我忍不了的 就是我们两个 在一起了之后 他还送其他女生回家 他去跟别人吃饭 然后可能有男有女 是有没有男的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反正有女生 肯定有女生 把他们吃饭 吃饭完了还玩 到半夜就十二点多 然后送人家女生回家 照你说的 那是有别的男的 那你让那个美女朋友 都送呗 你还参合什么呀 那我们之前都是认识他之前 我们就是一块玩好朋友 男生女生好多人 然后就一起一块回 然后我跟另外一男生 也一块回家 那你现在有女朋友的 你不知道避嫌是吗 你非得跟他们一起做 就没啥事我们几个之间 都那么多年了 他就非得这样 总是疑神疑鬼的 那在一起之前 你那个有一个异性朋友 给你发微信 说那些酸话什么意思呢 那人家就开玩笑 玩着 那有那么开玩笑 你觉得有那么开玩笑的吗 我们那么多年都哥们 你就非得 对哥们 就男女之间 人把女生称为他的哥们 我就觉得这多恶心 他不觉得恶心 他就总是因为点小事 就怀疑这怀疑那 我之前去朋友家打游戏 没看手机 手机在充电了 然后他就给我打个视频 然后我当时没接 也就半小时吧 半小时之后我看手机 你还想多长时间 半小时还不行 半小时打一把游戏差不多吧 然后我就给他回消息 然后他就不理我 然后后来我这个 问完问来问去 才得出来 就是因为我没接视频 就生气了 然后我哄啊哄 态度也不是好 你就非得觉得我是 就跟别人出去玩 就骗他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让 有一点安全感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 提前说好了 你就非得每次先斩后奏 我不是跟你说了 但是在朋友家 我们手机没电 那我给你打视频 你不接你怎么证明呢 就我还有一天 拿一个监控跟着我 让你天天看着我 实实在干什么 那就得了呗 这不是你要的人呢 你跟谁谈恋爱呢 这是你要的男生吗 我压根觉得你描述的 就是一个女生 想找一个成熟的 能够给他稳定关系的 一个男生 对不对 但是你恰恰找了一个 不能给你这种成熟感 或者稳定感的一个男生 你找的不就这么一个人吗 那我不知道他哪吸引你 其实是因为 那会儿我们一开始 刚认识的时候 那会儿就聊天嘛 当时我们喜欢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音乐啊 电影也好 可能我有时候喜欢的东西 比较小众 然后我就跟他提 说哎 你也喜欢这个 然后我也看过 我就觉得哇 这其实很少见 因为我身边很少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 这个男生很有品味 你喜欢他吗 我跟他就是原因差不多 也是因为 就是喜欢的东西 你确实想娶他吗 确实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他 大学毕业一两年 他说你的问题能改吗 你觉得那是问题吗 我觉得都是小问题 就是靠时间可以改 就那都不是事 对吧 那都不是事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要改的迹象 你是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跟一开始比肯定是在改的 那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什么分手 觉得我幼稚吧 我觉得他们脾气大 然后管得太多了 你看 就至少两个女朋友 前任女友和见任女友 都会说你幼稚 有没想过 可能确实有点 确实是有点 好 你觉得是他们管多了 对吧 是 越界了 对吧 就感觉就像 就跟我妈似的 那如果说结婚之后 他们管得会更严 你怎么办 我觉得慢慢磨合了 我觉得我也确实有 需要改的地方 你确定这是女傲的人吗 其实我现在不太确定 其实核心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对她的所有的描述 全是否定的 她身上有什么好的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就除了你们俩喜欢的东西 可能差不多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可能总活在梦里吧 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陪着她长大了 女生说了一句话叫 我没有必要陪着她一起长大 那么今天来干嘛呢 我还是能希望 有人能告诉她 或者说能教她 你应该做一个 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人 而不是一直 每天就想要玩玩玩 就她爸 她妈都没教会她 你觉得他们思维可以吗 来吧 各位 任务比较重了啊 当爹当妈的事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彼的温卷 大半年的恋爱 你对这位男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两个字 幼稚 男生虽然嘴上说 我要改 我能改 现在就改 但确实 这个改 有一个过子 就像他的成长 有一个过子 这个男生 等到你把他拉黑的时候 他满世界的找你 方式不对 但你有没有看出 他的那个急 他的爱找不到了 他的宝贝丢了 谁都会急 方式不对 对吧 那时候心中真的急吧 但是男生有没有问题 有 就像说考 今年考不过 明年再考呗 一个男人的担当责任 女生到哪里去了 女生的生日 怎么可以忘记呢 尤其是 现在就开始 想谈婚论嫁 这是不是早了一点 在爱情当中 有两样东西很重要 第一 责任心 第二 行动力 如果这两样 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女生一定会死心塌地地想嫁给你 恋爱真的不是国家家 也不是玩游戏 是应该真的 用责任心和行动力去面对的 女生 你这男朋友真的找不到 至少我今天 我认为 她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在你需要她迅速成长的这个时间限制内 一年 就长成一个可以娶你 能够担当 上进 有边界感 一心一意 这样一个账子 没戏 你说你最初和她相爱 就是因为那个小众的电影你们都喜欢 那不叫爱 拜托 那叫只是有一个共同爱好 说真心话我没有听出太多你对她爱的成分 女生 你知道你对她所有那种 你怎么天天玩游戏啊 你就是不上进啊 就像妈对儿子说的一样 成长有时候不是别人念叨她就长大了 这个原动力得是她内心自己愿意成长 你说没用 她爸妈说了二十多年了 都没用 所以你别指望说说她 她就变成了你渴望的那个大男人的样子 你只能问问自己内心 就是这么一个 有一点懵懂 不是特别的上进 但人不错 也没有二心 就是这么一个男生 你要不喜欢 你就别等她长大了呗 你去找那个长大了 这是你自己要思考的问题 但我负责任告诉你 你别指望她一下长大 男生啊 我觉得你也确实是啊 真的咱不能就这么年纪轻轻躺平了吧 你看你所有的生活状态 跟一个老头子差不多 不要这样羞辱老头子呢 老头子也不躺平现在 就你特别不像一个年轻人的状态 但人生真的是躺不来的 你今天躺 明天就得出流下床 我们只有让自己的青春燃烧起来 才能有燃烧的爱情 才能燃烧到婚姻 你这火苗都没有还想结婚吗 哪里有结婚的资本呢 所以何去何从看你们自己啊 成长是一生的 无论选择和谁在一起 我们都要共同成长 谢谢 我先说一下结婚这件事啊 就结婚这件事 其实对你们两个人而言 你们两个人都没太当真 男生也就是说说而已 女生也就是听听而已 就是有一类男孩他觉得 我只要跟你说了结婚这件事 就是给你吃一个定心丸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会觉得啊 我是很爱你的 然后你也不会作不会闹 反正就说说嘛 哎呀我要娶你 然后女生其实你心里也非常清楚 就他这个状态 结什么婚呢 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呢 所以首先就结婚这件事 就不要误导大家啊 觉得你俩好像有多深爱啊 感情有多深 半年就敢跟你提结婚 这男人也不太靠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幼稚 他不等于没责任 没担当 幼稚其实反而是在感情当中 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在一个女人面前 展现出幼稚的那个状态 那才证明 是真的爱上了 但是他不是幼稚 他就是怕麻烦 就是懒 就是没责任 就是没担当 你说他不懂不会吗 他在跟你谈恋爱初期的时候 他怎么那么会浪漫啊 每天都去见你 去得可勤了 那个时候 怎么会呢 所以他不是不懂 不是不会 他只是懒 只是怕麻烦 说白了 你是没有爱别人的能力 你就活好自己 因为所有的东西 父母已经帮你备好了嘛 家庭条件不错 你不用动脑子 也不用你麻烦 但是谈恋爱是要麻烦的 所以如果你怕麻烦的话 就不要谈恋爱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去接受这个麻烦 去日复一日的去爱护一个女生 你就不要谈恋爱 就这样 我同意一下是说的 就是幼稚没什么 怕就怕只有幼稚 是吧 这就是一个入门级的妈宝 因为一个男人的成长 他不是靠年龄的 他是靠精力的 一个人如果我没有工作 我就没有饭吃了 他那有初级会计证 他一定能考出来 就他不经历这些事 他父母都已经帮他办完了 你让他怎么成长 他成长不了 今天成长不了 以后也成长不了 就这么一个男孩啊 十年之内 你就不怎么需要 看到他成长 没有 因为十年之内 他的生活 他爹妈都可以给他包办了 你看你们两个人之间 谈的恋爱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他在谈一段 非社会性的恋爱 你在谈一段 社会性的恋爱 你的恋爱里面 你要说纯粹啊 他比你纯粹 他爱的比你纯粹多了 我跟你讲 他的爱里面没有钱 没有将来的什么工作啊 什么东西 都没有 就是谈恋爱 那你是谈一段 社会性的恋爱 你要考虑到未来 要考虑到买房 要考虑到将来的工作 要考虑到种种的东西 所以你两个人生阶段 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 没有对错之分 就我就告诉你 他是一个入门级的妈宝 他就十年之内 不会有你想要的成长 问题在于 你怎么样才能够 不让自己当个妈 我跟你讲 就是很多女生 他成熟的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你们要遏制自己 看不惯的那个状态 我知道你有很多 看不惯他的地方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 但是你每次 你说我看不惯你 你就说我要你改变 我要你改变 我要你变 这是妈对孩子说的 这个东西你要遏制 你看不惯他 你就分手 很简单 所以一个女孩 怎么不变成别人的妈 就得按捺住自己 那个看不惯的欲望 至于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想一想 这个女朋友 她对你的那些督促 其实不是这么坏事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 存在的话 我们内心感觉到 哎呀 你一个姑娘 你都已经知道 要挣钱了 我一个男人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这点羞恶之心 什么时候你生出来了 什么时候你就可以跟爹妈说 你们不要再给我钱了 不要再给我这个那个了 我要靠自己挣 我挣来的那每一分钱 就算再少 我给我女朋友花的时候 也是香的 就这样 这个爱情本身没什么好说的 我相信你是特别喜欢她的 我也相信你是喜欢她的 但是你们俩在往前走 矛盾重重 要么忍 要么走 没别的 来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段 我觉得感情不是儿戏嘛 然后你说的婚姻 就更不是儿戏 我在想 其实我们年龄一样 如果我可以 去做这样 就是我可以成长到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就有时候能把 今天这些话能听进去 就好好的去想一想 到底为什么和我谈恋爱 就能不能以后有一个 这样的转变 你说的我也听进去 我会改的 你得给我一个时间 我会慢慢改 我还是想和你继续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还是 我觉得老师说的挺对 我应该给你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时间再长一点 还是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 跟你一起继续下去 谢谢两位请回 来吧 伯鸣兄 我依然认为 应该给这段恋爱 机会双出 我觉得女生既然说自己长大得快一点 就不要再年轻幼稚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不出 男出 我觉得双不出吧 来 行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两个 自己选的 以后别抱怨了 好吧 就陪人成长呗 你愿意就陪人成长呗 谢谢两个 谢谢 谢谢高二老师 谢谢 各位对不起 来 了解下一对家庭的基本情号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为了这段感情 我付出了很多 可她却总是嫌弃我 觉得我配不上她 而且她身边还有很多异性 让我更加没有安全感 现在我们年纪也都不小了 她总说要给我一个幸福的婚姻 但我觉得她就是在给我画大饼 答应的事总是做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在她心里是什么样的位置 有请对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娃27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雨28岁来自天津 培训老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说以前很胖啊 对的 有多胖啊 大概167吧 看不出来这有167吗 可能有美颜相机吧 现在多重 现在不到110 为什么上来就问这个问题呢 是说为她减重是吧 对的 爱情的力量很伟大是吧 确实很神奇 想想怎么个神奇法吧 我们两个认识一年多了 那个时候我的外星条件 不是很好 当时认识的时候 是觉得她还挺好看的 因为毕竟可能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加上 不是在哪还灯光昏暗 我们朋友出去玩 然后一块出去玩 聚会的时候 然后看见她了 大家朋友的怂恿 是我主动加的她的联系方式 后来隔了半年左右 阴差阳错就在一起了 怎么叫阴差阳错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 可能她就是当时刚好 需要一个女朋友 所以可能这就是我们两个感情出现的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见过她之后 就被她的这个外形所迷惑是吧 然后就开始减肥是吧 但是有她的要求 然后有她的那种说话的方式 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意识了 然后开始减肥了 那是你自己想减肥 你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为了我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还会困扰你吗 会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胖了太久了 然后加上她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很自卑 现在还自卑吗 哦 还自卑 哦 这不都下来了吗 体重 还是不够啊 还是说胖啊 还说什么好女不过百 不是 她之前不好看 你不也爱上她了吗 之前是觉得她可爱 嗯 现在是好看一点 所以还是喜欢以前的她 是喜欢现在的她 所以你别虚伪嘛 对不对 那你说什么可爱啊 怎么样那边来谈呢 其实我很感谢她 毕竟至少去年的那个时候的我 没有多优秀 也没有多出色 你能在那个时候 愿意跟我在一起 而且我们俩经历了一年半吧 从认识到在一块儿 我还是觉得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很珍贵 嗯 可是珍贵的同时 我也会感觉到很苦恼 什么样的事让您苦恼 就是我们俩在一块儿 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最直接的一件事 嗯 就是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 她的朋友圈里没有过我的照片 甚至没有正常的官宣 但是我爱你啊 不发朋友圈就代表不爱你 但咱俩没在一起之前 你朋友圈里还有你前女友 那是以前啊 现在我不想发了 我工作忙呀 我觉得再怎么样工作忙 也不至于忙到自己的日常可以分享 女朋友的照片不能发吧 我日常是因为工作呀 难道不发朋友圈就代表不爱你吗 不不 我们不讨论发爱还是不爱啊 就是为啥不发 因为我现在不想发了 我工作上很忙 哦 就是你爱你爱他确定吧 我确定我很爱 你爱的人希望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发一张他的照片 这个要求过分吧 这个要求是不过分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发朋友圈 不不不 这就是咱不做逻辑游戏啊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行了 我知道您是爱他 我也愿意相信 您表达的是您爱他 一个你爱的人说 麻烦你发一张我的照片 到朋友圈里 我觉得会舒服一些 为什么不让他舒服呢 我之前是想发了一张 但是他朋友圈也没有我的照片呀 我发过 我们俩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是发的 但是很久了一直都是我在发 他那篇什么都没有 这种情况就觉得你既然我想要的你给不到我 那我为什么要主动做这些感觉没有意义的事情 听懂了 这个让你没有安全感是吧 还有 还有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 我们两个每次一块出去出门的时候 逛街的时候参加朋友聚会的时候 他总会要求我 化上妆 然后收拾的得体一点 穿着得体一点 我每次就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约会要准备两三个小时 因为我确实不会化妆 你化妆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 也是为了你变好看呀 咱俩出门都有面子呀 你在家可以不化 出门能不能收拾一下呀 那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你以后 那你跟我出门 你也要化上妆 要收拾的得体一点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个事情 我是男的 我要收拾吗 男的为什么就不收拾呀 我是男的呀 你就可以不收拾是吧 我认为是这样 行 听懂了 觉得很委屈是吧 就是很委屈 那出门之后怎么样 出门之后就更委屈了呀 我们两个出门 走在路上逛街的时候 我的朋友都会后面私下的跟我去说 说你们两个关系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他还说感觉你们也没在一起有多久 我们两个总会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 那我走路快呀 你不会跟上我点吗 你跑两步不就跟上我了吗 我是去约会的 我不是去参加马拉松的 那你叫我呀 你叫我等你啊 我叫我过你 我没有听到呀 你叫我听到 你挽着我手 你说等我一下 你跑两步不行吗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 你不是很好说说 你是大男人吗 你怎么不懂得等你女朋友呢 我走得不是很快 他可以跑两步嘛 你怎么不可以慢走两步呢 他如果叫我一下 我不就停下了吗 你怎么不会等他呢 他如果叫我我会等他 你为什么不会主动等他 凭什么让他主动叫你 因为那时候我在想事情 他这个有一个成语可以说叫 目无于子你知道吧 他眼里面没有你 委屈啊 委屈委屈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没有安全感的 我还有很多委屈 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但是感觉可能 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可能我们两个人的点 一直不在一起 最让我没有安全感的 前面这些都可能说 是我自己自尊心作祟 是我想的太多了 不是 我觉得你想的太少了 但是我不太喜欢 他跟异性之间 太过于亲密的距离 啥意思 可能是因为他工作有需求 或者是怎么样 他的异性好友是很多的 这些我都没有拦过他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有朋友 有一次我们两个一块出门 因为我们两个离得比较远 就是难得有一次 就是他过来 今天一块出去玩太晚了 然后他又在我们家住下了 然后我就想的是 好心好意 第二天大家都要上班 我听到他手机 蹦那个电量低的提示了 然后我当时好心好意 给你要给充个电 这个事我根本跟你说过 不要碰我手机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手机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之前没有碰过 这是第一次 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也不行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手机 不是 那没电了 人家帮你充个电有啥呀 又不是要看你的什么东西 我那天看了 这是巧了 他那个手机我看了 看看的时候就有东西呢 有什么东西 大半夜一点多 有一个女生给他发消息 问睡了吗 在干嘛呢 我觉得不会有正常的女生 知道你有对象的情况下 会问这种话 这个女生你未有联系方式吗 他只是问问我 有没有别的 我俩又没搞对象 对 就是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还是我们俩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加的 当时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那个女生很好看 我觉得她的美瞳也很好看 我说我想要一下联系方式 回来你把这个美瞳发给我 但是我手机没电了 电流的你的 然后你把明天推给我 然后我往上看了 看聊天记录 那个女生问她 说我是不是她对象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当时我忙 我接了个电话我忘了 我本来想告诉她 你是我对象 我接电话我忘了呀 是 不是 最多两个字 我接电话 那个时候就来电话了呀 我觉得特别好奇 就是这种陌生女 就是 这算陌生的女人吧 也可以 那道理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有共同好友 也是稍微熟悉一点 他们俩应该比我们 我跟那个女生更熟悉 人们每天都有聊天记录 不是很忙吗工作 但是 这不是很忙吗 忙得连是和不是都没法回了 怎么会平常还有时间跟她聊天呢 那个时候就凑巧 我来个电话 没有跟她去解释 然后我又没有 真是巧啊 我的要求不过分 我当时跟你说了 要么你把这个女生删了 对吧 我也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要么你就跟她解释清楚了 我觉得人家好端端的一个姑娘 如果知道你有对象 不可能每天上赶着 跟你嘘寒问暖 我不是忘了跟她说了吗 我又不是不说啊 行行行 听懂了听懂了 那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大概知道 我们两个有的时候走在路上 就上周吧 上周难得 她有时间 我有时间 我们去逛街 逛街当时 路过一个穿着 比较清凉的女生 毕竟这个日子 穿得比较清凉 确实我也多看了两眼 然后她就是目不转睛地 一直在看 当时我还开玩笑 我说 这个小姑娘确实好看 要不要加个微信呀 她说好啊 对呀 我也是开玩笑的 我就是你女朋友 我在你旁边 咱俩一块去逛街 然后你看别的女生 你要加她的微信 如果我不在 是不是你就主动去加了 我就是开玩笑的说一句呀 而且她穿的确实是很扬眼呀 你不喜欢看帅哥吗 你看帅哥就可以 我看完就不行 我承认 大家对美好的事物 都是喜欢的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的心思很单纯 我是欣赏它 你的心思是什么 那我也是欣赏呀 心思我们就没法猜了 但是心思背后 所反应不外来的事 我们大概是知道的 我就是看两眼 就欣赏一下 并没有其他意思 我也没说 跟他搞对象 我说拉他手了吗 不是你倒是想 人家不跟你拉呀 我当时确实只是想看一看 就看了没 他就不高兴了 就在大街上给我吵 行行行 好听明白了 你觉得这男人爱你吗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我也会给他想理由 想借口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所有的经历肯定是真的 但是不满也是真的 说说不满吧 感受已经听到了 不满就是 男孩子的所谓的 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习惯性的去画大饼吧 我什么时候给你画大饼啊 我们两个 我是本地的 然后他呢 不是本地的 我们两个当时 在一起的时候 毕竟都是快奔三的人了 我们确实是想 好好的去 稳定的去谈一段恋爱 然后希望能够 好好的相处下去 往结婚的方向去走的 他跟我说 他要不靠父母 就在天津 买房买车 定居下来 但是到现在 房 车 家具 都还没有见到 我不是在努力工作吗 我不是在攒钱吗 我觉得我的努力 是你能看到的 为了你的这个梦想 我说在两一块攒钱 我努力的去接更多的学生 然后我开始改变自己 我之前是很懒的一个人 我现在开始尝着自己做家务 洗衣服 做饭 我甚至开始不点外卖了 找跟朋友一块出去玩 我再一点点的攒钱 洗衣服 做家务 做饭 这只不是别人最基本的 你还好意思说吗 好意思啊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为了你去改变 我不需要你说 去夸赞我 但是你要知道 我确实是为你在做这些事情 女生强调的是 我为你在做什么 男生是感受不到吗 我觉得这是 别人最基本的呀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是不同的 你最基本的做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俩 打算买车买房嘛 我也在很努力地去工作 去攒钱 我每天加班到凌晨 这些都是你看在眼里的吧 他一到这种情况下 就开始抱怨工作忙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啊 就是现在 什么工作不忙 谁工作不辛苦 我抱怨 我是真跟你抱怨吗 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我是觉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抱怨没有办法 去解决所有的事情 那个这样啊 咱们谈恋爱不当老师 好不好 那个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一年半的时间 有车有房 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想问的是 他为这个东西 你感觉他付出了吗 他是真的付出 还是一直在敷衍 我是觉得 一直是在敷衍的 OK 那就行了嘛 了解了 我们不可能 也没有办法要求 一个年轻人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去买车买房 对吧 有那么的一个理想 去走就好 所以你强调的是 他没有为之而努力 对吧 好 这件事我们过 好不好 还画过什么呢 我觉得 如果这么说 就感觉我自己太物质了 但是这个东西 确实是他答应过的 我有一个小梦想 我想骑摩托车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再瘦一瘦 然后骑上摩托车一定很酷 他知道我喜欢 我们俩刚是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等你把摩托车本考下来 我就给你买一辆摩托车 我觉得摩托车 它也没有特别贵 它是一个我们能够经济能力 能够接受的一个东西 是的 然后 我是说我给你买摩托车 但你本考下了吗 你考下我才得给你买呀 你不考我怎么买呀 因为这个本我不敢考的呀 你不敢考那是你的事 它不是因为我害怕 我不敢考 是因为我知道 你答应我的诺言 你是兑现不了的 摩托车 行 这个东西虽然不贵 那也得几万块钱呢 我觉得 那手机 平板 电脑 这都是你答应说给我换的 对不对 我是答应过你 那你手机平板什么 不有的用吗 你答应给我换 不是因为我这个东西坏了 你答应给我换 你说的是等它出了新的 你就要换给我 没错 不也没坏吗 你先用着呗 别人都用好几年 你用个一年多就想换 我自己可以买 是你答应了我 嗯 他还答应你什么事没做 我记得六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说 下班的时候 我一会去接你 然后咱们一块去吃个饭 是你说的吧 嗯 我六七月份 最热的天 我在单位楼下 等了三四个小时 被蚊子盯了一身包 你去哪了 那个时候 我是答应接你 但是我忘了 因为我朋友叫我去打游戏 游戏都比我重要 不是游戏比你重要 是因为我忘了 如果我没有忘了 我绝对会去接你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你在哪呢 我戴着耳机 我玩游戏 我没有听到呀 如果听到 你觉得我可能不会接吗 我是真的没有听到 因为太吵了 我也打过游戏 我知道 那除了这个呢 去超市的事儿呢 我为了节省开支 我就开始做饭 做饭 你是不是得买米 买面 买油 然后 这些东西太沉了 你答应过我说 跟我一块去超市买 你帮我拿 我是答应过你 但是不得等我有时间呢吗 我没有时间 你自己去了 东西太沉 你就分两套拿不行吗 我分两套拿 我把五斤 十斤的米我拆开 然后分两套拿吗 别人都能拿 为什么你不能拿 就算你叫我过去 你都拿不了 我这体格我能拿得了 那我要一个男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旁边跟我说加油 你自己可以 我不也告诉你怎么去做了吗 我告诉你分两套去拿呀 就买一袋整米 自己把它先拆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往回家搬是吧 那个小小车 推着也行啊 别人都能买 你就买不了 我买了 要不然的话我吃什么 我就是觉得 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就是所有的事情 我一定是在最后一位的 包括我们俩难得 能够一块歇班 说在家里 看看剧 吃吃饭 他一个电话 就被朋友拉出去喝酒去了 是因为我朋友过生日 我忘了 后来我想起来 他特别厉害 你说他什么事 我忘了 我忘了 就是您的记忆力不太好是吧 他其实不是忘了 只不过就是 我在他心中没有那么重要 你看你不是挺清醒的吗 姑娘 你转身就走吗 这半年的生活也验证出来 没有他你也能生活的挺好嘛 对不对 我问你 你喜欢他吗 喜欢 你就是这么喜欢一个人的 可能我爱他的方式 不太没什么 但是我确实很爱 我的方式 你们不理解 但是爱是真的是吧 对 你觉得这姑娘爱你吗 爱 你确定吗 至少以前是爱 什么时候开始不爱了 最近感觉我们俩距离有点疏远吧 你都感觉到了 什么事让你觉得你们距离疏远呢 我们俩总吵架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发现他跟他前天有继续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不让我碰你的手机 你就拿我的手机去看 他当时没有问我 我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事 是隔天之后 他会过来质问我说 你前天有为什么还给你发消息 我当时我很坦荡的 我把手机给他看了 我所有的摇摇记录给他看了 我们说了什么 一句一句的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联系 是因为在工作上 我们是同种行业的 在工作上还有一些帮衬 我们是很坦荡的 如果我不发现了 你会给我看吗 工作只是借口吧 为什么只是前男友 不是别人 陌生男友 你就可以对吧 然后一个陌生男友 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给他发一个消息 睡了吗 你在干嘛 你有男朋友吗 这个可以是吧 是因为他跟我说 他不跟他前男友联系的 结果我看的时候 让我发现了 好 所以你得出的结论是 没有跟他前男友断利索 咱们在一块一年多了 我但凡跟我前男友 没有断利索 那还有你什么事呢 那如果你提前跟我说 你跟你前男友联系 就不会有后续的事了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呀 行 但我没问这个问题啊 所以今天你们来干嘛 其实是我主动想来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 就是我一直觉得 在这段感情里 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就是看不到 你付出的多 难道我付出不多吗 你半夜饿了 我起来跟你做饭 就一回 就一回 你不也吃挺干净吗 不都吃了吗 这事我确实很感动 也确实挺难喝 但我都喝完了 对呀 你还说什么呀 我一直觉得 就是所有的爱 它不是用语言去表达的 它是用行动 我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所以你作为他 难喝我也把它喝完了 你爱我 你喜欢我 你在乎过我吗 就跟上次似的 他跟他朋友们约好出去旅游 特意过来通知我 说他跟他朋友们约就是 一起去骑马 因为他知道我害怕骑马 明明只有我害怕骑马 为什么还要约这个项目 它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一个 娱乐活动 这个项目最开始没有你 我跟你说是因为 我姐妹她对象说 要跟着一块 我说那有男生了 我就礼貌性的我跟你说 这不去了就行了吗 这个能去了就行了 这个事还不算什么 不这是个事吗 我当时去了 因为我不喜欢骑马 我还怕骑马 他知道的 他非要约这个项目 就因为他去了 我们当时的项目 又多花了很多钱 为了安排一些 除了骑马之外的别的活动 比如说滑草 越野 就各种各样的 还有野吹 行 听懂吧 野吹 你不提野吹也好 你吃饭的时候 太一上了 一桌都是辣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吃辣的吗 就那几个凉菜 不是辣的 我吃凉菜吗 那我是不是后来晚上 带你一桌去吃夜宵了 那性质能一样吗 我就想问一句 这都是事吗 你们觉得 我特别好奇地问一句 在你们相恋之初的时候 你们吃东西挑嘴吗 没有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挑呢 所以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要 问她有没有看到你的付出 是吧 然后她说我看到了 你会怎么做 她说我没看到 你会怎么做 我希望她看到了我的付出 然后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俩的这段感情 她身上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 就是你还想跟她继续 是这意思吗 对 我想让她把 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改正 那改了还是她吗 我有一点乱 我想一想 好像是 没关系 女生说我们要继续 虽然你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只要你能改 我还愿意继续 是这意思吗 我只是诉诉苦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 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你说问题 我可以改 但是我希望你也改 不要每次都是我先低头认错 你也第一回头行吗 你每次是低头认错 问题是你改吗 你确实爱她是吧 对 你能跟她分开吗 不能 确定吗 确定 明确吗 明确 她就是这么一姑娘 你还爱她吗 爱她 她会胖回一百六件 那我还是会爱她 真的 真的 她还愿意骑马 她还愿意任性 她跟前男友还是有联系 你还爱她吗 如果这东西还有的话 我希望她能改一改 改不了 改不了 你还爱她吗 那 不会了 那就不会了 不会了 你看 听懂了吗 我接受不了 她跟前男友有联系 起码这个事 她也接受不了 你跟陌生的女性联系 你能改吗 我可以改 还喜欢她对吧 你喜欢她什么 我其实更喜欢的是 我们两个 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的感觉 那你现在还喜欢吗 不爱的时候 连说不爱的勇气都没有 我都在想 你们真的爱过吗 来吧 科贝老师看看 他们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皮科费 女生 长相 我们一定要有自信 你看我长成这样 爱情保卫战 还让我坐在这里 我自信 作为一个老师 真的不需要有龙貌焦虑 你的龙貌焦虑是他赐予你的 他嘴上说 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他都喜欢你 但是一开始 他就说落嘴了 你确实长得比较帅 但是刚才你找的这些理由 你的帅的人设在我眼里 已经崩塌的一干二净 我有点看不起你 为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口口声声 嘴上功夫 说爱这个女生 但是你的行为呢 你对他的态度呢 你刚才这样高高 在上冷冰冰的指责 可以说 句句 就触痛到了他的内心 半夜一点 异性来问候你睡了吗 这正常吗 你还指责他疑神疑鬼 这分明是你心中有鬼 女生 我们为什么在一段恋爱当中 要如此的悲哀 如此的被动呢 这样的男人 他是一辈子不会把你当宝贝的 我建议你 今天趁他 还装在那里 端在那里的时候 你把他一脚踢了 我们给你掌声 至少我给你掌声 我也相信 电视机前有太多的观众 会给你掌声 加油 踢了 我觉得女生也并不爱他 我从头到尾听起来 你都更像是爱着一个幻象 你刚才说了 我就是老是舍不得 我们最初在一起的那一点 温暖 所以之后所有都是你想象的 你想象中啊 身边的那个男人 应该是体贴的 应该是信任的 应该是疼爱我的 应该是两情相悦的 应该是尊重我的 但对不起 那是你想象中的 爱的那个男朋友 从来就不是他 我觉得你今天 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和他说再见 因为你们相恋 你们在一起之初 他身上燃烧起了荷尔蒙 他燃烧起了激情 他达到了你想象中的那个他 但是很快激情就过去了 他就是那个不怎么在意你的 也不怎么看得上你的人 当然不是你爱的人 你爱他什么 你爱他不尊重你 你爱他什么事都跟你较劲 你爱他走路都不和你 走在一个水平线上吗 也要告诉自己我不爱他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体贴的 温存的 懂得欣赏你为了他 做出改变的男人 他就不是 能听明白这个逻辑吗 你不爱他 你就能逃离他 所以给你的建议特别简单 去找一个真正值得你爱的人 停止对他的幻想 回到切实的生活当中来 男生你对他的需求 就是满足你的需求 你就满意 人家的需求你根本不看 这叫爱吗 什么时候你学会了 当我要和另外一个人 相处的时候 我要去努力完成 他对我的要求 你才有资格谈恋爱 你如果那么爱自己 不愿意付出的话 你就一个人过着呗 你干嘛耽误人家 姑娘的青春啊 我的建议是你们赶紧分开 这对你俩都是解脱 谢谢 女生 自卑又自大 男生 你是自私又可恶 我为什么说你自卑又自大呢 在面对你男朋友这件事上 你就是自卑的 你从一开始就自卑 到现在也自卑 但你的自大的地方在哪呢 你自大的地方是 你觉得他还喜欢你 其实你内心非常的清楚 他不爱你 但是你又存有一丝幻想 你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的 这是你的自大 我觉得他对你 连一丁点的喜欢都没有 何谈爱呢 刚才也老是一直说 给你灌输一个说 你不爱他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要接受自己 不被爱的这个事实 你刚才提出 你说让他改 我想问一下 他不爱你这件事怎么改 所以你要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他不爱你 他连喜欢你都做不到 当你一直想要取悦一个人 发现你取悦不了他的时候 如果你放弃这个难题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豁然开朗 你把消耗在他身上的 那些时间和精力 放在自己身上 你会开辟另外一个天地 你有那么丑吗 你有那么胖吗 有些人确实是 外在容貌 可能没有那么值得骄傲 但是自己有傲人的骨气 那所有人都会喜欢他 但有些人呢 是以自己的外在容貌 为资本 但也就只剩那副皮囊而已 容貌不过三个月 就算女明星在一起 三个月之后也看腻了 所以我觉得你在他面前 所展示出来的 你就这种自卑 其实特别可笑 你的自大也很可笑 所以接受自己不被爱的事实 然后也认清 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 这点很重要 男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 把没有理 说得理直气壮 然后自信过头 觉得自己的条件 非常的优渥 但我告诉你 你也就那么回事 再见 最怕遇上你这样的 在恋爱当中低自尊的人 因为遇到你这样的人 我们这些人说的话都是废话 没有任何的作用 什么是恋爱当中低自尊的人呢 就是你在一段恋爱当中的不平等 是不会让你感受到屈辱感 或者说屈辱感是并不能驱动你离开这段感情的 这叫低自尊 就是你这段感情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强烈的屈辱感 你没有 或者你对这种屈辱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触动 所以你满腹委屈但又执迷不悟 它很简单嘛 它就是需要一个女朋友 它不是爱一个女朋友 需要一个女朋友怎么看 很简单 就是你为她做一百件事情 但只要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 她就觉得你不爱她 她什么都不为你做 但只要为你做一件事情能念到一辈子 是不是她 这就是需要嘛 而且我告诉你 你啊没有满足她所有的需要 你只满足她自我生活的需要 而没有满足她人际关系中炫耀的需要 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 你还拿不出手 在这个时候你是什么 你不过就是她的一个人形挂件 一个装饰品嘛 和爱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你看我说的这一套 你觉得有道理对吧 但是你有感到屈辱感吗 这种屈辱感会让你跟它分手吗 并不会嘛 所以姑娘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我就不说分不分手的事了 你的改变并不是付出 你把这个道理学通了 你的人生会好过很多 你从一百七十斤减肥减到现在 这个改变不是付出 你学会了做饭这个改变不是付出 你在生活里面变得更好 这个改变不是付出 你接更多的学生挣更多钱 这个改变不是付出 你并不是在为他付出 你所有的改变是为你自己做的 那叫改变 那不叫付出 如果你把它当成付出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他的评价 你就活在他的评价当中 如果你活在一个不爱你的人的评价当中 你就是这么屈辱的 所以我建议你 先把自己的改变做好 然后去寻找到自己在其他地方的评价 去听一听别人对你的评价 等到你的自信心回来了 你的自尊心慢慢地提高了 到那个时候 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屈辱感 那个屈辱感它会推动你 它会让你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个时候 或者 待会在门后面你体会一下那种屈辱 好吧 就这样 当你恋爱的时候 其实你就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这个责任不要小的那么大 不是给他车给他房 你要考虑另一个人的感受 你只爱你自己 你太过自私 你觉得你帅 没问题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一系列的方式 你一位朋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学会尊重就好 对吧 对吧 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 仅有尊重是不够的 还得学会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 你觉得这件事让你很痛苦 请你勇敢地选择离开 不要骗自己 也不要骗别人 好不好 女生也是一样的 哎 干嘛就不能面对呢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说爱的时候那么容易 说不爱的时候 你们怎么就那么害怕呢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师们也说了很多 我也想了一些 可能在这段感情中 我太过于自卑了 我把自己的态度 放得太过于低了 我总觉得我付出了很多 我可能也没有考虑过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也没有考虑过 我想要什么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 我想要的就是 安全感 陪伴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言而有信 言出必行 我也想要未来有美好的日子 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毛病 我 我会摆清自己的位置 我好好地做一次自我认知 但是 咱们的这段感情 我觉得 确实 确实是需要再想一想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有很多点点滴滴 我们都有错误 我希望我们都能改一改 我们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一下结果吧 算不出 应该算不出 我想再多说一句 女生 你想要的不是她 所以 女不出 男出 双不出吧 双出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来 我感觉 她可能对我太失望了 我就一个建议啊 不管是对她 还是对同事 把自己放小一点 你太大了 别人走不近 谢谢你 来 谢谢主任 谢谢老师 分开就好 分开就好 既然不爱 和避免 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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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